对每一件事人事物以以恭敬 其实就是供养佛 这是二十八年前写的 现在还没做到 三岁孩童 几岁孩童可以做的 三岁八十老翁做不来 你看啊 我出家两年就讲得到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不够现实 不够踏实 所以简单一个小时 希望提醒大家 如何用更务实的态度 入佛门学 千万不要空手而回 生命短暂 难得入宝山 空手而回 可惜可惜 我常讲 四尊曾经跟我当同学 他成佛的我还在这里 留恋 我还在这里放 对不对 那现在四尊多了 哪天跟我讲 同学 你怎么还在那里 那我不是很可悲哦 哪天换我 同学 你们怎么还在那里混呢 是不是 好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今天到此 请和尚 愿意此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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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激于于切 父激于于切 佛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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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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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阿弥陀 这就是 我们去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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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订阅